哈喽大家早上好 现在已经是早上的八点多了 然后去看小爸 刚刚给他探了一下这个温 测一下体温 十分温过去了 三十七度 还可以吧 这个温度是正常温度 昨天呢是晚上的九点多 带老爸出去医院去看医生 然后打点滴 反正人特别多爆满啊 所以排队排了很久 一直到十一点才打上药水 掉上药水 大概到十二点多出头 才掉完这个药水 然后才开车回来 所以昨晚回来的很迟 回来了之后又煮个粥 晚上的话 因为回来的时候已经退烧了 所以就没有测温度 所以早上的时候再测一回 怕他又烧上去 看我们家的狗子 狗子的迷惑行为 还有我的小车车啊 但是两天啊 因为带老爸 老妈 老弟去看医生 所以我就把这个床车给掀起来了 这个板都掀起来了 这个座位也掀起来了 大家都说呀 你们座位怎么放平呢 这个座位原先就是可以放平的呀 林务北斗星桃的座位 后排座椅原先都是可以完全放平的 就跟这边这个位置一样 现在这个位置还没有掀起来 大家看 还是很平的对不对 不过呢 可能这些有个缝隙 所以呢 就要这一块拔去填过来 所以就比较平坎了 这个君大爷是我爸的 我爸之前当兵 然后睡午的 然后这个君大爷昨天拿去 给他 怕他路上冷 先放这吧 乾杯 에게子增加了 1块 4块 1块 3块 1小時钟 2… 5… 5… 1… 2… 5… 9… 9… 10… 1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